我是不是要用拍杯子 有人在那邊要放告啊我還不知道要講 那你這樣說一句 那為什麼你這樣說一句 那為什麼 好 這個 我忘記我有這個 這個 我有放這個link在這個庫上面 欸 同學上課了 對 然後 我們先來看兩個的case 好 那這個 這個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給它一個initial condition 對不對 那其實它就把它decompose成那個normal mode 對 幫我算出來normal mode normal mode的這個frequency 是這兩個 對 應該是假設所謂的這個oscillation 這個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normal mode 對不對 對 這個normal mode 對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是能量比較低的這個 對 它基本上是這樣的oscillation 這個amplitude 長這樣子 第二個normal mode 它amplitude 是長這樣子 這個 那這個我們接下來講 Voltec string的時候 也會講 就是說 通常 對近能量的這個對應的 the normal mode 它是沒有通過 amplitude 是不會通過零的 那第一個 就是能量稍微高一點點 會通過一次 OK 所以它會中間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很不動的這個點 這個zero 這個 OK OK 好 那 如果我有三個的時候 對 equal 這樣 equal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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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 一樣的 對 那 下面就是 解出來這個 這個 Spring frequency Digone frequency 我任意的 好 一樣的 對應的normal是 這三個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frequency 能量稍微高一點的 這個 oscelation 一個node 兩個node 然後 decompose出來之後 它這邊有兩個 不動的點 這邊有個不動的點 這邊是 整個所擺動 好 那 你也發現就是說 這個frequency 這個amplitude 基本上是我 給定了initial condition的時候 就決定了 比如說如果 如果我是拉 中間擺動的話 那 在initial condition的時候 我中間這個點 不管什麼時候 它就要等於零 所以 initial condition 給它一個fading的這個像 的時候 它這個mode 完全不會被激發 完全不會被activate 所以 它的amplitude就等於零 所以發現 第二個normal mode 是完全沒有在做震盪的 好 那 這個大家可以去玩 很多個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基本上就是某種 這個 我看一下 sine wave 對 half sine wave 所以當你frequency 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 通過零點 這個 次數越來越多 你這個 這個normal 對應的 好 那 譬如說 9個 particle 我知道 中點那一點 我的 這個normal m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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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是在 中心那個點 通過零 對不對 所以 他們完全沒有amplitude 所以 只有13 57 9 有在做震盪 OK 那這些現象 我們都可以用數學來 來解釋 好 當然你可以 high dimension 就稍微複雜一點 OK 可是你其實還是可以把它decompose成 X方向跟Y方向的這個運動 好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玩一下 在這個 mq-code上面 好 OK 那要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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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剛剛看到 至少有些example 對不對 當我有 有幾個mass的時候 對不對 就有幾個 就有幾個這個 這個 Igon frequency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看的那些問題 就可以 被封了成一個 generalized 的這個 這個couple oscillator 的問題 OK 好 所以 我就可以寫下這個equation motion 這個equation motion Q Q I 好 所以 這個partial L partial QI 就是等於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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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ached 叫 我评论多一次 這個是什麼 parciaqvi 這個就等於DeltaIk 對不對 那這個等於什麼 這個等於DeltaIk 好 所以我可以把 其中一個index sum掉 所以最後我只會剩下一個 Dummy index 然後這邊有兩項一樣的 所以二會削掉 所以我最後會得到 Facial For example OK 好 所以 Facial L Facial Q Find Dot 所以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等於 OK OK Fалог Far F比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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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的Equational Motion 會變成 反正如果有Dummy 我index稍微換成跟客分Consistent Tray K Q K 所以這個我換了一下index 可是這個就是我的Equational Motion 或者 Tray E到N K也是從 E到N 所以我有N個Couple的這個 這個Differential Equation 對不對 我有N個這個Couple的這個 Second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 那一樣的 我們要找這個震盪的這個解 所以所以我找這個Couple 所以我找這個Couple 所以我找這個Couple E等I Omega T OK 那讓我們Generize 它可能還有一個Face 對 所以我們讓A of J可能是Complex 對 所以可能會有一個Face 所以這個Couple 這個Couple 這個Couple 這個Solution 是長這樣子 把它帶進去之後 我們把它帶進去之後 我們得到一個Equation 所以這個Couple 我們得到一個Equation for A 還有 和Omega 對不對 因為這邊有Q double dot 對不對 所以Q double dot之後 就會變成 這個乘上 負Omega 平方 對 所以 我的 這個Equation Motion 這個 這個A 所要符合這個 這個Equation 基本上是長這個樣子 JK 進去 Omega 平方 JK 上邊 K 0 好 那 這個又 感覺非常熟悉 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 我是一個2乘2矩增 對 我是一個2乘2矩增 那 這邊 這個是一個 N乘N的這個矩增 對 所以 B 如果A Nontrivial solution 我的 A of K 如果要Nontrivial solution 比如說 這個東西 the determinant 所以這個是我解釋這個Igon Frequency的Equation 所以這是我的Fircular equation 好 好 我們把一個這個N個Cout Troupled oscillator這個 這個 的問題 把他變成 這個 解IgonValue的這個問題 OK OK 可以 好 開閉 那 嘴 是 有 有 能不能 有 一些 這個 好 我們把這個 這個 這個matrix 或這個determinant explicitly寫下來 這個跟我們 之前看的這個 它一個varyproblem好像又不太一樣 對不對 因為 OK 好 我們之前解的這個varyproblem 基本上是只有diagonal項有ω 這個我們現在是 基本上每一個項都有ω 對 可是它還是一個 eigenvalue problem 它只是一個 所謂 generalized eigenvalue problem 好 那 那 我們 基本上要找一個這個 我們要找出這個 這些ω 對 我要找出這些ω 然後呢 給定ω之後 我基本上就可以 寫下 A 是什麼樣的linear combination 原來這個 這個 原來這個 solution OK 好 所以 所以這個是 對應個ω 我會有對應一個 一個j 對不對 那所以 這個 這個是一個 generalized eigenvalue problem 如果我們接下來會看到的話 我們基本上 我們看到 接下來會看到問題 m的這個 mij的這個offside各種向的 都會是 OK 好 那 所以 假設我是要怎麼解這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有一堆frequency 我有一堆 eigenfrequency 對 然後我有這些 eigenfrequency ω 叫r 對不對 那r一樣是從 1 到n 對不對 因為我這個是一個 n by n的這個矩正 對不對 所以我 in principle 我有 n的這個 這個 i跟frequency 特徵的這個 這個frequency 所以 我的最 general的 solution qj t 對 對每一項我都會有一個 a 對 所以我會有一個 a j 對每個 然後對每個frequency 我都會有一個 我都會有一個 係數 做一個 做一個 oscelation的這個向 所以 我會有 所以 這個aj 這個aj 我要寫對 d r的 對 d r的這個 igone frequency 這個 coefficient e i r p 減去 這個 face factor 也會 dependent 這個 這個 r 好 那 我可能有一個 normalization的這個 這個 coefficient like 會寫一下 sum of r 所以 我的general solution 我的general solution 基本上就是 我對每個i跟這個frequency的這個震盪 這個震盪 對不對 去把它 做做這個 把它分成這個 對每個i跟frequency的這個震盪 然後 我 利用我的initial combination 我可以決定這些coefficient OK 然後我把這些做linear combination 選出來 就是我的general solution 所以我們從這邊開始 我們有一個trial solution 因為我知道我要是震盪 可是我發現我的omega 有 有N個 所以我給他一個index 所以對一個 對一個 Omega 我都有一個coefficient 那 我可能需要做什麼 這個選什麼東西 所以這是跟 跟r有關的這個prorometer 好 OK 好 那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我的normal 我的這個normal mode 或是normal colonis Normal colonis就是 我 找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些q的這個linear combination 使得他在 只有在一個frequency上面做 做這個震盪 也就是說 OK 可以寫成 對r的這個 Icon frequency的震盪 所以這個等於 所以我的q 所以我的q ch of t 就是 k ch r v e xr 好 那 你可以把它帶回去 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e xr 所 所這個 符合這個equation motion 基本上就是 e xr double dot r 所以 我這邊 有n個這個 這個r 一樣是e到n 所以 我有 n個這個 degrees of rhythm 我就有n的 Icon frequency 那就有n個對應的這個 normal normal colonis OK 所以你的degrees of freedom 是不會變的 可是你是做一個線性的這個 線性的這個轉換 使得 我找到一組新的座標 這個新的座標叫normal colonis 那 對於在這組座標裡面 每個這個 每個這個 Oscalation 都是一個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or 然後它的frequency 就是對應的 Icon frequency 這個 這個oscelation 對 然後他們 所以你就可以把 原本 你有n個 如果用q寫的話 你有n個degrees of freedom 是couple再寫 現在就變成 dcouple n個dcouple 這個 這個 couple harmonic oscillator 這個問題 那so far都是很抽象的 數學 我們來看 來看個例 好 那 我們回來看我們 剛才講的這個 兩個couple的這個 這個例子 好 所以 記得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問題 好 所以我选我的 Generized Coronation 是这个X1X2 所以我的T 所以我没有那个 Close Diagonal Term 因为我的U 就是 2分之1Kappa X1的平方 对不对 第一个弹簧的弹性位能 加上第二个弹簧的 加上这个弹簧的弹性位能 加上中间这个弹簧的弹性位能 OK 好 所以 我接下来要看这个 我的MJK 我的MJK 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 对 就等于我的M这个矩阵 M这个矩阵 就是 那我的A这个矩阵 你记得A这个矩阵是 Partial U Partial QJ Partial QK 好 这个很简单理智 我可以直接看出来 A12 X1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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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O2 X1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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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這個矩正 所以我的 Circular Equation Circular Equation 好 那這個其實是跟我們剛剛的這個 這個Equation是一樣的 所以可以解出來ω1等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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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好 好 如果 如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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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的這個Equation是 Om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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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Omega等於Omega1的時候 當Omega等於Omega1的時候 所以這是等於什麼 這個是我原本要解A的equation 所以在這邊我知道就是說 這兩個equation 因為這是 我會得到A11加上A21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得到一個ratio 所以我這邊得到我是A11 要等於負的A21 好 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這個 這個 第一個一個frequency 這個我叫R等於1 所以R等於2的時候 Omega等於Omega2 然後等於2 所以這個 A12 A22 等於0 Capa 12 1 1 2 所以如果我寫下來這個equation 就是A12-A22要等於A 對不對 所以我得到A12要等於A22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就是說 我的這個it 對 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q 是這個這兩個 這個normal expand出來的 所以 是不是 我知道我的 x1 of t OK 把它写成 A11 eta1 of t 好 那我們可以用我們剛剛得到這件得到這兩條的關係 如果知道 x2的話就會變成 fu a11 eta1 of t 然後 sum a12 eta2 of t 所以我的 eta2 後面有反彩 然後沈船 有反彩 後面有反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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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 所以我的 eigenvector 我的 eigenvector 我叫 A 是最硬的Omega1 有 eigenvector A A11E1 好 所以 也許我們下次再 所以我可以找到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都是在某個杯子下面做展開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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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ronix 好 也許我們下次再來講 因為我對 eigenvector 會有一些要求 對 比如說 我希望 我希望找到 eigenvector 是 Orthonormal 也許說 我的 Ai 到 Aj 我希望是 所以我這個 要有 Orthonormal的 Condition 對 有這個 Condition 你其實基本上就可以決定 就是說 這些 coefficient get fixed coefficient 對 因為我們剛剛只有 fixed tom之間的ratio 從這個 equation 得到 所以我現在要 extra這個 這個 information 如果要 那是 autonomal的這個 eigenvector 那 我可以有 extra這個 所以我就可以fix這些 解釋 coefficient 你也許我們下次再來 我們下一次 沒有問題 我們就沒有問題 好 我們都沒有問題 哦 我們都沒有問題 那 什麼 什麼 都沒有問題